许多赏鸟团体入山赏鸟的时候 希望能够近距离拍摄鸟类生态 但是警方在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家游客中心 发现了竟然有人为了拍摄 不但擅自折断了花木 还自备面包虫来引诱鸟群 现在警方依国家公园法 开出了第一张法单 好几个民众在塔塔家游客中心 架设专业的单眼相机 准备拍摄鸟类觅食的镜头 但树枝是被折下来可以摆放的 连面包虫也是民众自己准备 为了引诱鸟群来吃 但在国家公园喂食野生动物是违法的 保七第六大队表示 如果发现民众喂食野生动物 第一时间都会先劝导 大部分的民众都会配合 但这次遇到的摄影团体非常坚持 所以首次依国家公园法 对喂食的民众开出罚单 最高可开罚三千元 那我们呼吁说有客人能够 远距离用相机来拍照 不要去喂食 随意的喂食引诱它 然后就会对这种鸟类生态 会造成影响是不正常的行为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喂食野生动物可能会影响 他们的行为能力 更严重可能造成无法自行觅食 最后甚至饿死 另外也有人为了吸引鸟类靠近 方便拍摄 还播放鸟叫声 但这不但会吵到其他游客 也会影响鸟类群体活动 希望民众能一起维护 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 记者邱紫辉冯安群 南途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